什么是大富大贵之相 我是南洋风水师王刚 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发财 一生大富大贵 这也许和他的长相有关 一个人一生是否富贵 其实是可以从五官面相中看出来的 记得点赞收藏看到最后啊 看看你是哪种面相大致可以分为六种 第一幅像脸型圆胖 耳朵饱满肥大 如果你加上胖嘟嘟的身材 便是良相 二泥跪下主要是看气质 让人一看就觉得很聪明 脸型轮廓是成方形的鹅蛋脸 眼睛十分有神 耳朵饱满肥大 第三瘦像长瘦的面相特征为 面部轮廓细长 三亭中下亭更长鹅部尖时唇红齿白 说的总的来说就是肥瘦适中 五官端正均匀对称 一看让人觉得舒服 第五呢 平贱相神 目前冰神面较为匮乏 面部轮廓较小 皮肤没有光泽 头小鹅窄 面部皱纹很多 身材苗条 但很少站的笔直时仇不起走 量呛不定 第五呢 孤苦相所为孤独疾苦 挑伏不定之人的面相 头大中庭下庭销售 整个面部给人坚受的感觉 面相以外猴杰突出走路石头 向前突出行走 第六你刀物下短命的面相 此种面相较少面部 给人孤零零的感觉 两眼突出 眼神无光 两眉之间有薄毛相连 日光两眉之间有薄相连 目光带刺无力眉根紧锁 呈现出悲苦之表情 总而言之 取恶存善 所谓相由心 生静随心转 面相是心静的折射 如果你觉 对我说得对 记得点赞转发 免费看看首相家大师微信 MSFSD